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普钦 俄罗斯的总统 他最近要访问北京了 时间就定在明天 他访问北京会会见习近平 讨论的项目有一带一路 中东亚洲局势以及乌克兰问题 而且重点是 他还会率领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 有好多商人要跟着他去 包括你看到他们的财政部长 央行总裁俄罗斯联邦银行 执行外贸银行的负责人 还有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 预计都会跟总理李强 会面讨论经济的合作方面的问题 而另外一年之内 普钦这个强人 两次去访问中国大陆 当然他对中国大陆是有所求的 我们看到外媒就分析说 包括CNN的分析就说 希望习近平来力挺中俄关系更紧密 当然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国家 他当然希望背靠背 而且距离去年普钦访问中国 其实才短短的七个月而已 他又来了 所以希望看起来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 像普钦表示忠诚吗 这是来自于CNN的一个说法 他说希望证明并没有因为跟西方接触而有所动摇 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前一阵子不是去访问了欧洲吗 CNN就觉得说他同时习近平也要跟普钦效忠 这个是CNN的说法 那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刚刚才结束他的访欧之旅 刚刚兵哥是讲说这些国家都拿到了一些他们所要的 的的确确没有错 而且在跟马克宏见面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谈到全球止战 全球停火 为什么 因为巴黎奥运即将登场了 那在奥运的办理的当时 当然希望如果我是主办国 我当然希望这世界没有战火 我才能够传递和平与爱 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倡议 可是如果要全球止战的话 那普钦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当然是 因为乌克兰战争还在打 那另外以色列战争也还在打 所以几个关键人物包括美国 包括以色列 包括俄罗斯 都是关键人物 如果要止战的话 那普钦是这样讲 他说北京很清楚乌尔战争的根源 所以我们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谈判 这是普钦的说法 他说我没有拒绝跟乌克兰谈判 所以你北京 其实北京很清楚 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美国还在不断的送武器到乌克兰去 这个是肯定的 还有包括钱 贷款 金元 而布林肯 我们看到昨天他突然访问基辅并且来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握手说你们不孤单 我们是自由世界 美国将会没收会把这个已经没收的二国资产我提供给你乌克兰作为一个重建的经费 所以又给乌克兰人一些信心跟一些希望说好我们要继续打下去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布林肯他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他突然到乌克兰的一家夜店基辅的一个酒吧的夜店来弹奏吉他并且唱歌 我们来看看他在酒吧里头的表演 好你刚刚听到的是布林肯 布林肯他是美国的国务卿 他突然访问基辅的一家夜店 并且来自弹自唱了这首歌叫做Rocking in the Free World 他要向自由世界 在自由世界中跟大家一起摇滚 宣誓美国和全世界都会跟乌克兰站在一起奋斗到底 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人 他被鼓舞继续打下去 那这世界还能停止战火吗 另外我们看到拜登 他还签署了一项禁令 就说你俄罗斯的幼我要禁止你进口 可是问题来了 美国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进口的幼 是来自俄罗斯 那是不是你掰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拜登这项法案是在5月13号正式签署的 可是因为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我刚刚讲了 俄罗斯大部分 他们大部分的幼是从俄罗斯来的 所以如果你切断这个供应 是不是美国国内的电价就会大涨了 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法案规定如果没有找到替代来源 这个立法允许能源部发布豁免 允许在2028年之前 继续进口俄罗斯的浓缩釉 这我就看不懂了 美国人到底在干嘛 好 来 请教这个赖月前老师 我先简单的回答您 有关于拜登的命令 拜登命令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的美国的盟国 都不可以再进口俄罗斯的浓缩釉 它的幼矿 不可以 但是我美国特许 所以你法国你们这些 英国你们做核能发电的 包括日本 你们从俄国进口浓缩釉 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美国只要找不到浓缩釉 我可以 特许 其实这个跟它对英特尔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台湾 台积电 韩国三星 你们不可以再把 这个先进制程的半导体 卖给中国大陆 但是英特尔特许 也就是说我美国可以卖 你台积电不能卖 三星不能卖 这个就是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基于我的国家利益 基于我的国家安全 你要满足我的国家安全 但是我美国人不可以伤害 我自己的国家利益 可是你要伤害你的国家利益 你要伤害你的台积电的利益 你要伤害你的三星的利益 所以台积电也受伤 三星也受伤 现在三星的受伤更严重 它本来在全世界 先进制程占三成 现在不到一成 美国从零现在增加到28 美国已经成长了 三星已经衰弱了 台积电也从60几摔到40几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受伤 三星受伤 美国赚翻了 这个就是美国 伟大的美国 我们要讲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美国 了不起 了不起的原因是在于 有些政府的首脑 像美国人就爬在地上 这个才是最伟大的地方 美国可以让那一些政府首脑 看到美国人以后爬在地上 而他的支持者也跪在地上 把台积电送出去 把三星送出去 这点我们是蛮佩服的 内心里面痛 但是又能如何呢 我们这种小人物讲了半天也没用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半天 我想韩兵也是 我们气到不行 但是小人物就是小人物 没有影响力 因为有影响力的那些大人们 他们把台湾的利益就送走了 我们看看普丁 他跟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访问 明天开始两天而已 不过你有没有看到 他最主要是把央行的行长 把他们的这些重要的金融的主管去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下个月的这个上海金砖 不是上海 下个月的金砖会议在俄罗斯召开 那俄罗斯他们要推的就是 金砖这十个国家用本币交易 我觉得他们会跟中国大陆 会有更细的一个谈判 那如果说中俄之间达成协议 在这一次的金砖会议中来推的话 他们的长远的目标是要终结美元的霸权时代 我觉得如果一旦推出来 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们会看到他具体的成果 那美元的市场的份额会萎缩 不会消失会萎缩 而这个欧元还有就是人民币会再上涨 特别是人民币上涨的幅度可能会很大 马克龙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当时中国大陆一直主张 就是俄乌停战 要谈判来解决 可是那时候2022年的时候 美国的反攻 给乌克兰的反攻打了顺手 所以他们不同意 现在的情况是打得背手 俄国打得顺手 他们就希望说 奥运的时候停战 习近平当然知道 你要挑拨我跟中俄之间的关系 借力使力很简单 可以不反对 但是全球停战 所以包括中东在里面 可是拜登才刚刚又送 10亿美元的武器给以色列 继续去杀加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 好 我们进下广告 好 我们来请教兵哥 有没有可能真的在巴林奥运期间 全球只战 当然马克宏是这么希望 这样他身为主办国才脸上有光 实际上这也符合奥运精神 因为古代的时候 在古希腊的时候 奥运当时举办的时候 所有人要脱光光 脱光光 对 全裸 对 因为很简单 因为古代这些城邦 彼此之间都在战争 所以在运动的时候 就大家全部脱光 表示我身上没有带武器 然后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这是奥运的宗旨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在奥运举办前会有这种 曙光出现 可是我必须说真的很难 第一个你看美国的动作就是 完全不打算让他停下来 还在不断的 你美国你要帮人家 你要嘛你就600亿一次运到 把所有的兵员武器 全部一起弄上去 让他有战力 然后你在这边丢一点 那边丢一点 今天来个10亿 明天来个5亿 请问一下 这样对乌克兰到底帮助在哪里 这样只是让他拖在那里而已 而没有办法产生决定性的战局 这对乌克兰来讲真的是好事吗 乌克兰现在已经缺兵缺到 他们自己的 将军都已经讲了 在哈克福附近 他们已经连预备队都没有了 你知道没有预备队是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这一场战争 如果一旦战事不利 就整个崩溃掉 因为没有人在后面 他后面完全没人 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把老人小孩 然后这些女性 甚至一些罪犯 全部都弄上去 甚至一些吸毒的这些东西 他们全部都要上去了 因为真的没人 打到整个世代都光掉了 那请问一下乌克兰还能打多久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美国为德不足 就是你要帮就帮到底 你帮这样子 其实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故意在消耗俄罗斯 消耗乌克兰 拿乌克兰的人命 去拖住你的对手而已 我就很怕什么 很怕未来台湾也发生 这样类似的状况 美国就是希望我们也这样 去拖住解放军 用台湾人的命去拼 那西方现在还在评论说 他为了 普丁为了进攻 在寻求习近平的帮助 拜托好不好 人家已经开始进攻了好不好 现在才去寻求帮助 又不会太迟 他已经在打了 他已经冰封到 哈尔克夫附近 所以这是干什么 你没看到普丁带了一大堆 工商业界的人士去 其实基本上人家已经 豪神以霞在干什么 在准备要发展他的经济 他为什么国防部长 换一个经济学家上来 就是人家要借这个机会 因为俄罗斯的军工 整个重整起来 他借这个机会 重新带动他的经济发展 人家已经在干这种东西 表示普丁现在是根本 用一根手指在跟你玩了 那你还不知道 整个战局是怎么样 真的不要再窒窒人 好 我们接下广告 请问界长怎么看 这个恶乌战争 现在达到这个程度 你看像现在布林肯跑去 你说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美国现在 所有的政策里面 最大的一个考虑就是大选 所有的这些人 都是吃香喝拉 像布林肯 如果换成川普 他就不晓得蹲到哪里去 当个智库的什么东西了 所以当选连任 拜登连任 是他最重要最大的一个考量 那他现在如果说 恶乌停止的话 停下来这个战争不打 拜登基本上一定败选 为什么 你自身了这么久 你一直自身 到现在停了 输了 你知不知道 然后刚刚兵哥 我觉得有说一个 你今天给个级 那天给个级 你到底要给到时候 你为什么一次不给他 很简单 要拖到11月大选之后 请你们一定要撑到 11月大选之后 拜登只要连任了 美国政策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另外的去考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美国去禁这个钮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可能提到浓缩钮 都觉得好像都是一样 其实他差异很大 大自然挖个钮出来 他只有千分之几 很少很少的钮的含量 你给他浓缩 浓缩到百分之三 就是发电厂用的 再给他浓缩到百分之四十 五十 六十 大概不同的等级 在不同的国家 就是盒子这种 好比说航母 核潜舰用的 再给他浓缩到百分之九十 才是核弹使用的 所以其实核电厂使用的 非常简单 他说他禁止了 美国会没有吗 他傻瓜 他怎么可能没有 这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什么棉花 你还不小心进错了 这个东西不可能错误 他一定有他的解方 别人的解方是别人 我相信美国有他自己的解方 他不会让他的可电停下来